欢迎来到我们《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嘉强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关注的新闻 首先 纽约市布朗市区一间托儿所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一岁男童因涉入毒品分泰泥而不幸死亡 托儿所女老板的丈夫加西亚已对相关指控认罪 面临至少20年的监禁 监控录像显示 加西亚在孩子们中毒时背着购物袋逃离现场 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愤怒 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转向非洲 马拉维副总统齐利马所乘坐的军方飞机在飞行途中失联 目前马拉维当局正在全力展开搜寻工作 总统查克维拉已经下令各部门全力搜寻 试图找到失联的飞机和副总统的下落 最后 我们来看一则关于学术自由的新闻 加拿大政府已推出外国影响力登记册 要求某些个人向联邦政府登记 以防范外国干涉 然而 加拿大的大学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这将严重侵犯学术自由 并可能限制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自由交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则科技界突发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 在OpenAI引发了在产品中加入生成型人工智能的竞赛近两年后 苹果终于在周一宣布将这项技术带给全球超过10亿的iPhone用户 加入了这场竞争 当然可以 以下是文章的7到9条关键信息 苹果宣布将生成型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到其产品中 尤其是iPhone为全球超过10亿用户提供服务 Apple Intelligence系统将优先处理消息和通知 并提供写作工具如校对和建议 Siri也将迎来重大升级 苹果强调将以隐私为优先 将计算任务在iPhone上进行 而不是在数据中心进行 以减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苹果与CheckGPT的开发者OpenAI达成协议 部分无法由Apple Intelligence处理的请求 将转发给CheckGPT 由用户选择是否使用 Siri将能够记住上下文内容 提高对用户请求的理解和响应能力 例如显示特定朋友的照片或安排活动 iPhone软件系统将增加消息定时发送 更丰富的表情符号回复 重新设计的照片应用 以及与安卓设备间高分辨率图片的发送功能 苹果的生成型人工智能计划部分 是为了回应投资者的期待 同时也强调了对开发者的好处 展示其如何使应用程序更有用 苹果将其混合现实头戴设备 Vision Pro的销售范围 从美国扩展到中国、日本和欧洲 并增加了新功能 苹果的生成型人工智能计划 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 特别是来自微软和英伟达等公司 这些公司的技术提升了他们的市场价值 乔报 去年9月 纽约市布朗市区一间托儿所 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一岁男童 因涉入毒品分泰尼而不幸死亡 托儿所女老板的丈夫加西亚 Felix Herrera Garcia 在周一、6月10日 对联邦指控认罪 承认串谋分销毒品导致死亡 持有并企图分销毒品导致死亡等罪名 面临最低20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 监控录像显示 加西亚背着两个沉重的购物袋 从后向逃离托儿所 当时4名4岁以下的儿童接触了毒品 调查显示 毒品被储存在托儿所地板的火板门下 尽管女老板门德斯 Grey Mendes 怀疑自己的孩子接触了芬泰尼 但她并未向警方报告 也未关闭托儿所 导致其他孩子继续面临危险 香港电台马拉维副总统齐立马 所乘坐的军方飞机失联 当前搜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齐立马原本阴暗计划 在北部母族组机场降落 但飞机未按时到达 雷达也未显示其行踪 马拉维航空部门尝试联系飞机 但未成功 总统查克维拉已下令各部门全力搜索 确保尽快找到副总统 及其所乘飞机的下落 加拿大之声 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审理C70反外国干涉法案中的透明度登记册 目的是防范外国实体干预加拿大政治 然而 U15联盟和加拿大大学联盟对该登记册表示担忧 认为其可能严重侵犯学术自由 并对开放科学和自由交流思想构成限制 U15指出 研究密集型大学难以在14天内查查每个研究合作并上报登记册 迈吉尔大学研究主席本杰明 冯·Benjamin Fung建议加拿大采取英国的两极系统 以便更准确地限制特定实体 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则担心登记册可能被用于监控 威胁新闻自由和隐私权 乔报报道 新泽西州虽然有许多历史地标和州立公园 但令人意外的是 它没有一个被指定为国家公园 这使得新泽西成为少数几个没有国家公园的州之一 其他类似的州还包括阿拉巴马 康涅狄格和纽约等 相比之下 美国拥有最多国家公园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 阿拉斯加州和犹他州 分别有9个、8个和5个国家公园 新泽西的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 尤其是考虑到该州丰富的历史和自然资源 乔报报道 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5月份代售房屋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2% realtor.com的经济学家指出 库存增加是一个积极信号 标志着市场朝着买方友好的方向发展 尽管抵押贷款利率仍然很高 但房价中位数继续季节性上涨 5月份达到44万2500美元 低价房屋库存增加尤其显著 20万至35万美元区间的房屋增加了46.6% 然而 高抵押贷款利率仍然对卖家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导致新上市房屋的增长放缓 总体来看 美国四个地区的活跃住房库存都有所增加 南部地区增长最快达到47.2% 香港电台报道 土耳其竞争委员会对谷歌进行了反垄断调查 并以谷歌未能履行与酒店搜索相关的义务为由 对其罚款1480万美元 委员会指出 谷歌阻止其他搜索引擎竞争对手 进入其本地酒店住宿价格排名服务 今年3月 土耳其竞争委员会对谷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监控 以评估其酒店住宿价格搜索算法 是否违反了土耳其的公平竞争法规 此次罚款显示出 土耳其对科技巨头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以保护市场竞争 香港电台报道 文化和旅游部宣布 内地端午节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超过1亿人次 同比增长6.3% 游客出游总花费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1% 假期中 群众通过赛龙舟 吃粽子 唱山歌 赏鼓曲等活动 深度体验传统节日文化 旅游网站携程数据显示 广东佛山的叠叫龙船飘移大赛 带动当地租车订单量 同比增长超过两倍 而湖南岳阳的端午节旅游订单 则因2024年 中国密罗江龙舟超级联赛的举办 同比上涨52% 此外 受内地热播电视剧的影响 新疆阿勒泰地区和伊犁州等自驾游目的地 也持续火热 乔报报道 一位获得托尼奖的非裔演员温德尔 皮尔斯因种族歧视 在纽约市租房悖剧 引发了对住房歧视的广泛关注 皮尔斯在社交媒体上 详细描述了 他在哈林区租房悖剧的经历 尽管他收入很高 资产也很多 他愤怒地指出 种族主义和偏见是真实存在的 这次经历 让他感受到制度化的种族主义 皮尔斯表示 他决定公开谈论此事 是因为最近美国上诉法院 限制了向非裔女性拥有的企业提供拨款 他批评利用信用系统 来剥夺非裔人士平等机会的行为 并呼吁那些 认为自己是住房歧视受害者的纽约人 向纽约市人权委员会投诉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本届欧洲议会选举中 德国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 获得30%的选票 赢得29个议席 但及右翼选项党支持率 增加至15.9% 赢得15个议席 德国社民党和绿党支持率下降 而新成立的沙拉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获得6.2%的选票 赢得6个议席 对于选项党支持率的增加 和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的崛起 许多在德华人感到不安和担忧 张女士认为 选项党的崛起 让人担心种族主义问题 薛先生感到 极右翼政党支持率高令人细思极恐 而刘女士则认为 经济状况和假信息的传播 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上升 尽管如此 许多华人对德国的民主制度仍有信心 认为其能够阻挡极右翼或激进派的扩张 本次选举的投票率高达64.8% 是两德统一后历届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 乔报纽约逊 新泽西州和石坦顿岛的司机们请注意 本周纽约市周围的桥梁和隧道 将进行车道关闭和延误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宣布 从刚过去的周末开始 乔治华盛顿大桥 荷兰隧道 林肯隧道 贝勇大桥和哥斯尔斯大桥的几条车道 将陆续关闭 虽然乔治华盛顿大桥的关闭 在周一 6月10日 通勤前已结束 但其他桥梁和隧道的车道 在本周内仍将受到影响 荷兰隧道的东行车道 将在每晚11点至早上5点关闭 直到6月13日 林肯隧道的北道 North Tube 也将在每天晚上11点 至凌晨5点关闭 直到6月12日 贝勇大桥的车道关闭时间 则会影响早晨通勤 每天早上7点至下午3点30分 将关闭一条南行右车道 6月11日 还会关闭一条北行右车道 哥斯尔斯大桥的一条西行左车道 将在6月11日至13日的晚上9点 至早上5点关闭 司机们可以点击港务局官网 查看实时更新 了解最新的交通信息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